在三国时期 即便吕布是武力直排行第一 但也无法掩盖他是三姓家奴的事实 毕竟谁让他原本姓吕 后来又杀害丁元和董卓呢 而刘备是一项以仁义著称 不管到哪都能收获人心 即便是现在 还有很多人夸赞刘备爱民如此 宽厚仁义 但这也无法掩盖刘备一生中 先后投奔过八个人的事实 也就是说 刘备先后拥有八位主攻 可以说是跳槽十分频繁 甚至还有些反复无常的感觉 相对比之下 吕布就只是给自己换了两位主攻 结果就给自己带来三姓家奴的骂名 那为什么刘备先后拥有八位主攻 他却没有被骂做八姓家奴呢 一刘备一生中都投奔过哪些人 span刘备人生是十分坎坷的 他不像曹操 一开始创业就能得到曹氏 夏侯是两大家族的鼎立支持 更不像孙权 开始创业的时候 父亲孙坚 哥哥孙策 就已经给他创下一片基业 在曹操 孙权 刘备三人中 刘备的起点是最低的 创业难度也是最高的 且不说他汉氏宗亲的身份是真是家 但知习范侣之徒 这却是可以确定的 刘备投奔的第一位主攻是卢职 他还曾是刘备的老师 有关张桃源三结议后 刘备就带领着自己的部下 前去投奔卢职 看到曾经的学生 卢职十分高兴 还额外给了刘备一千兵马 并让刘备前往影川 等刘备抵达影川后 根据黄甫松 朱镜两人的分析 说卢职很有可能被黄金军包围 于是就让刘备领兵回去救援 然而就在刘备回去的路上 就得知卢职被朝廷逮捕的消息 既然卢职已经被逮捕 那回去也没啥意思 于是刘备就带着关羽 张飞又返回影川 去投奔朱俊 也就是说 朱俊便成为了刘备的第二位主攻 朱镜对刘备还是十分赏识的 刘备也的确是立下了不少战功 但因为自己朝中无人 因此在平定黄金后 就只当了个安息县位 这么一个官职 刘备显然是不满意的 再加上后来发生了怒边都有的事情 刘备也干脆不当这个官了 带着关羽和张飞 就前往兵州投奔刘备 刘备也因此成为刘备的第三位主攻 如果没有刘备 那刘备就要被朝廷追究 殴打朝廷命官的追责 不仅如此 刘备还向幽中慕刘备推荐了刘备 让刘备再一次地拥有统兵之权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来往 刘备觉得继续跟随刘备没什么前途 于是他就去投奔自己的老同学公孙赞 公孙赞也因此成为刘备的第四位主攻 如果没有公孙赞 那刘备都没有资格 出现在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的帅杖里 就更不会有后来的官宇温九斩华雄 有关张三英战旅部 可以说正是因为公孙赞的帮忙 刘备才拥有展现实力 出风头的机会 讨伐董卓结束后 各路诸侯之间便相互混战起来 在曹操攻打徐州陶迁的时候 正好是袁绍攻打公孙赞的时候 那时候公孙赞已经是出现疲势 很有可能被袁绍打败 而刘备想的不是如何帮助公孙赞 反倒是从公孙赞麾下挖走赵云 又带走公孙赞的三千兵马 美其明曰说 是去帮助陶迁对付曹操 在老同学危难之际 临阵脱逃 这道理实在是说不过去 更让人无语的是 自己离开也就算了 还要再从公孙赞这边再带走一批人 刘备他难道就没看到 公孙赞正在面临袁绍的疯狂进攻吗 他难道就不知道 他这么做 会削弱公孙赞的实力 提高袁绍胜利的可能性 离开公孙赞后 刘备便投奔陶迁 陶迁也因此成为刘备的第五位主攻 陶迁没有想到 刘备来到徐州后没多久 自己就因病去世 随后刘备就成为了徐州慕 不过刘备这个徐州慕 每当多久就被吕布赶了下去 于是刘备就投奔到曹操的麾下 曹操便成为刘备的第六位主攻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十分清楚 刘备打着讨伐元术的旗号 不仅离开许都 还带走曹操的一大批军队 后来更是射击占领了徐州 不过这一次刘备也没有在徐州待多久 很快就被曹操赶出了徐州 无奈之下刘备只好北上去投奔袁绍 袁绍便成为刘备的第七位主攻 可刘备终究是一位不安分的人 他跟不甘心寄人篱下 于是就向袁绍提出 说自己可以前往荆州去说服刘表 让刘表也出兵进攻曹操 就这么的 袁绍被说服了 但刘备可没有前往荆州 而是去了汝南 结果又一次地被曹操打败 由亏弃甲无奈之下只能南下去投奔刘表 刘表也因此成为刘备的第八位主攻 二 先后拥有八位主攻的刘备 为什么没有被骂呢 斯坦从公元184年 刘备投奔卢职 再到公元201年投奔刘表 也就是说在18年里 刘备先后跳藏了八个地方 给自己换了八位主攻 但即便如此 刘备依然是以仁义著称 不论是到哪里都受人爱戴 令人敬佩 这不禁令人十分疑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第一 除了曹操 刘备每一次都是好聚好散 吕布之所以被骂 是因为他在跳槽的同时 还亲自动手 把前任老板给干掉 这自然会被人们所拖骂 而刘备不同 除了曹操之外 他的每一次跳槽都是好聚好散 虽说他也有耍了些心机 但都没有吕布那么过分 每一次跳槽的时候 前任老板和他 都是客客气气的 刘备这自然不会背负什么骂名 第二 名义上是主攻 但实际上刘备拥有极大的独立自由权 虽说丁元和董卓是吕布的义父 但他们之间也还是父子 结果吕布这个当儿子的把自己的父亲给杀了 而且还是杀了两个 这自然会被人们唾弃 而刘备不同 他不管在谁的麾下 都拥有极大的独立权 甚至可以自成一派 一定程度上甚至还可以跟名义上的主公平起平坐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刘备怎么跳槽 那也不会有太多的骂名 第三 刘备是汉室宗亲 是汉宪帝的叔叔 不论真假 至少大部分人是相信 刘备是汉室宗亲 是大汉皇叔的 虽说三国十七诸侯混战 但这个天下还是刘夹的 民心还是向着汉室的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再加上刘备是汉室宗亲 是大汉皇叔 也就是说天下都是刘备他们家的 不管刘备到谁的麾下 都可以说是在自己的地盘上 第四 史学家们的偏爱 尤其是三国演义的深刻描绘 历史上许多史学家都认为曹操是汉贼 而刘备才是正义的一方 既然刘备是正义的 那不管刘备他做什么事情 那也都会是正义的 再加上三国演义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又把刘备的人意刻画得深入人心 久而久之大家都认为刘备是正义的 在民心所向的情况下 自然不会有人去骂刘备 也因此 即便刘备先后投奔了八人 共拥有八位主公 但他也不会被骂 距离过来 再加上三国演书的影响力十分巨大